可能会使用电暖器要特别小心 最新消息带你关心是在苗栗这边 就发生了一起因为使用电暖器 不小心引发火灾 一名行动不便的老妇人 身体和脸部遭到了2到3度的灼伤 被火灼伤老妇人紧急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急救 由于80多岁行动不便 老妇人在火场时没有办法逃生 脸部和双脚都有3度的灼伤 家属感到医院也相当心急 我气的时候就去那个院长去 我不知道赶快先救人 那个有没有 是昨天才开始插那个电暖器 因为太冷 苗栗同罗这间民宅清晨发生火警 火掉人员在现场检查 发现起火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这台电暖器 研判是因为三个高功率的电器 都插在同一条延长线上 才会导致电线走火发生意外 家属表示前晚的天气太冷 原本在老太太房里放置电暖器保暖 又以为家中请的外用会照顾老人 没想到外用半夜一次逃跑 留下母亲没人照顾 老太太虽然意识清楚 但送医后已经紧急插管治疗 现在还在加护病房 急救中